人生难得 佛佛难闻 提醒我们 要我们珍惜 这一次的缘分 太不容易得到了 人间 寿命端粗不长 六道 山土的寿命长 天道的寿命也长 出生道的寿命 还是很长 很多人不知道 出生是论次数的 你多多出生到了 你变成一只鸡 要做多少次呢 要做几十次 或者是几百次 那就是这个鸡被人杀了吃了 还是投鸡胎 又变成一些小鸡 它论次数的 出生到人次数 越是小动物 越多 不容易出来 学佛的人 多到卧道里 比较容易出来 为什么呢 三卧道里的 也有佛菩萨在那边 教会 都是教 过去在人间 曾经文国佛法 修行的人 他要遇到佛菩萨 他就离开出生道 离开国会道 甚至离开地狱道 很难了 要多少戒 也许你遇到一次 到人间来的机会 那么来的时候 这人间有没有佛法 不一定 释迦牟尼佛出现 这三千年前 三千年前 这个世界 未复发 释迦牟尼佛的法运 一万年前年 一万年前年之后 这个世界 也未复发 你要正好遇到 在有佛法的 这个年代 那么见佛 更不容易 见佛要跟佛 同时代 同地方出生 你才能遇到 你才能见到 啊 难知 难知 未经许可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